空軍也有增加我們的防空系統 對很有趣 我先跟大家講說 其實台灣應該是世界上防空系統 最密的幾個國家之一 現在呢 國防部的戰規是市長 李思強12月7號說 美國7日除公佈對台空軍戰界的 零售軍售之外呢 也以7億2568萬1000元 決標 維修空軍的等等等等雷達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的空軍雷達 應該說台灣的戰管雷達 其實從1979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 很有趣哦 我們台灣在1979年的時候 老美就覺得說 台灣這部分真的不太行 我們真的要把台灣去做所謂武裝好 那時候雖然中美斷交 可是台灣那時候做的 第一個叫做天網系統 有13座的固定雷達 跟3座的車載雷達 聽起來很簡陋 因為以我們現在眼光看 你如果只有固定雷達跟車載雷達 那海上雷達呢 空中的雷達呢 你看這是現在的 我先跟大家講說 為之前的歷史 然後呢到1979年 一直到1994年 我們都用這種 半自動雷達來防守台灣 那當時 當中國的軍力也不是很強 可是到1994年 那就厲害了 那時候1979年 叫天網系統 對不對 1994年 它就叫做 強網系統 強網很強的網路 對 強網系統 那個時候很有趣喔 21座固定雷達 加上海基雷達 10座 還有4架E2T的運輯機 懂的人就懂喔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有 這邊有21座固定雷達 還有海軍上的神盾系統 海基雷達 然後再加上E2T的空中預警 變成說 它會變成一個 陸海空的一個3D的雷達的網 就已經把台灣造住了 1994年就造住 那時候其實蠻厲害 同時就可以鎖定600匹目標 而且假設 那時候如果中國軍機過來的話 我們空軍不是上去嗎 它同時間通過電腦運算 會給我們的空軍的飛行員 15種最多的作帳的指令 簡單講說 你會有15種的攻擊方案 來讓我們的空軍飛行員來說就OK 可是你看喔 到後來呢 2012年的時候 有個叫做環網系統 環雨電視台 但是環雨環網系統 2012年1月1號 新一代環網系統替代搶網系統 這個環網有什麼東西呢 愛國者飛彈 天空山 還有一個最最最重要的 一個雷達在2012年啟用 叫做什麼 鋪路爪雷達 就是新竹的樂山雷達基地 所以那個時候鋪路爪雷達 在樂山雷達基地說 可以直接對應到5000公里以外 就中國新疆內陸的發射 可以為台灣爭取7分鐘以上 可有趣的事情是 2012年新一代環網系統 現在是2022年 到底台灣有沒有更新一代的防空系統 包含我們現在有更進一步的預警機 包含我們有沒有可能跟日本連線 包含我們有沒有可能跟美國連線 都有可能 所以你看在這次軍售中 美方特別維修空軍的戰管雷達 作為111年到115年的年度維修案 除了維修之外 有沒有擴充轉案 有沒有變成整個低島鏈的 所謂的統一指揮鏈 我們都在期待 另外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 樂山雷達在北邊對不對 美國一直希望我們在南邊 也做另外一個普魯爪雷達 等於是北邊的樂山雷達 幫忙守宮古海峽到日本這邊 南邊的如果再做一個可以守什麼 守台灣到菲律賓中間的巴士海峽這一塊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做於空中預警 跟提前戰備預警之用 我們未來都有可能會達成 我要先解釋為什麼這個是簡體字 因為呢 大陸 我講大陸網友小粉紅們 自以為對台灣的雷達分布很了解 所以就做了這張圖 但是我跟大家說 美方這個update啊 年度維修一進來 這些都不是你們本來想像的樣子了好嗎 你們就繼續畫這個圖吧 沒關係 但內容物是什麼 你絕對想不到 我買到佛珍 你吃了什麼 好